万万没想到把青线椒放入开水中煮一煮 出锅顺年编成一道即将失散的美食 香辣脆爽开胃又解馋 上桌比大一大肉还要香 关键做法还超级的简单 准备两斤线椒放在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大家切记这个辣椒坝千万不要给它掰掉 如果辣椒坝掰掉的话 一旦进入生水 这样我们做出来辣椒它容易坏 加入一盆长江水 1000粒白色的石油盐 下手洗一下 洗去辣椒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这里加入石油盐 进行一个消毒沙水的好处 辣椒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来空水 再平铺到一个盖链上面 用手摊开铺平 下面给它放到有阳光通风的地方 晒干辣椒表面的水分 接下来我们熬个料汁 加入一碗生抽 一碗长江水 加入两碗香醋 30个老冰糖 接着我们加入两个八角 一个桂皮 三片香叶 30粒红花椒 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暖火烧开煮两分钟 把料香味给它煮出来 好好的料汁 倒在一个无水无油的碗中 放一旁冷凉备用 那一个十分钟之后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辣椒水分已经完全晾干了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 锅里面加水 提前给它烧至大开 把晾干水分的线椒放进来 给它焯一下水 我们把辣椒放到锅里面 焯一下水 不仅可以给辣椒进行一个消毒上去的好处 而且还可以使我们腌菜的辣椒 吃起来口感更加的脆爽 焯至辣椒变色 大概是三十秒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等辣椒完全晾凉之后 滤整齐放在案板上面 把辣椒瓣给它切去不要 然后再改造 给它切成大椒圈 辣椒切好之后 我们再给它剁上嚼 尽量给它剁碎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装在一个黑色的盆中 再倒入我们熬好冷凉的料汁 里面的大料 用个罩里给它过滤一下 再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我们在熬料汁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多熬一点 尽量把辣椒都给它泡上料汁 这样更容易入味更好吃 最后往里面加入两勺味精 再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到冰箱冷藏腌制30分钟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加的脆爽 而且更入味更好吃 三个小时之后 从冰箱里取出来 打开保鲜膜我们看一下 腌好的辣椒 用来下酒下饭 夹馒头 拌面条 拌米饭 都是特别的香哦 然后再准备上一个热腾腾的馒头 一分为二 放上两勺我们腌好的这个辣椒 再美美的来上一口 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辣椒吃进来 香辣脆爽又开胃 特别的下饭哦 这样做的腌辣椒 不加一粒盐和油 吃起来也特别的香哦 如果我们一次性做的多的话 吃不完 给它装到一个无水无油的宝箱盒里面 再给它盖上一个盖子 放到冰箱或者是阴凉的地方 密封保存 就是吃上半年都不会哦 吃的时候用一个干净的勺子 吃多少取多少 特别的简单 省时省力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